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段是描述西罗菲哈的女儿们想请上帝裁决 如果父亲只生女儿 那女儿是不是也可以继承父亲的陈业呢 现在我们比较不会有这样的争议 但对当时的以色列文化来说 算是很突破传统的思维 而下半段我们则要来看 摩西在晚年与上帝之间一段重要的对话 我们一起来读《民宿记》第27章 《民宿记》第27章 属约瑟的儿子马拿西的各族 有马拿西的玄孙 马吉的曾孙 激烈的孙子 西府的儿子西罗菲哈的女儿 名叫玛拉、挪阿、荷拉、密加、德萨 他们前来站在会幕门口 在摩西和祭司以利亚萨 并众首领与全会众面前 说 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 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 是在自己最终死的 他也没有儿子 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 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 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 分给我们产业 于是 摩西将他们的案件 乘到耶和华面前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西罗菲哈的女儿说得有理 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 把地分给他们为业 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 你也要小玉以色列人说 人若死了没有儿子 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 他若没有女儿 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的弟兄 他若没有弟兄 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父亲的弟兄 他父亲若没有弟兄 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族中最近的亲属 他便要得为业 这要做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 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上这亚巴林山 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 看了以后 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 像你哥哥亚伦一样 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 当会众争闹的时候 违背了我的命 没有在永水之地 会众眼前尊我为圣 这水就是寻的旷野 加低斯米利巴水 摩西对耶和华说 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 立一个人治理会众 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 也可以引导他们 免得耶和华的会众 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 耶和华对摩西说 那的儿子约书亚 是心中有圣灵的 你将他领来 按守在他头上 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萨 和全会众面前 嘱咐他 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 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 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萨面前 以利亚萨要凭乌灵的判断 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 他和以色列全会众 都要遵以利亚萨的命出入 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 将约书亚领来 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萨 和全会众面前 按守在他头上 嘱咐他 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 感谢神 他是公平正直的神 他确保了以色列家庭中的女孩们 也能依法守住父母亲 所留下的产业 另一方面 当摩西再次确认 自己不能进迦南地的时候 他心中的第一个念头 却不是为自己 而是担心 有没有人能带领 牧养这群百姓 真的让人非常的感动 亲爱的朋友 神交付了使命给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我们都有可能经历到 摩西和约书亚这样的角色 当我们是摩西的时候 是否也能像他一样 成为一个 总是先放下自己 真正为他人着想的人呢 这相当不容易 但求神帮助我们 成为一个有温度的领袖 在不久之后 我们会在一起 继续来聊一聊 约书亚的部分哦 我们先起来祷告 亲爱的爵苏 求你帮助我 能成为摩西这样的领袖 懂得放下自己 为他人着想 在各个领域中 成为大家的祝福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曼 相信有神的陪伴 我们都能够成为 勇敢而且有爱的领袖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感谢观看 明天见